中文字幕提供 疑似由中国控制的间谍气球 中国就一直声称它不是一个间谍气球 美国就觉得它是 但是 估计无论也好 它已经被美国射了下来的气球 现在正在打骂 但是万一如果打骂完上来 真的发现了这个是一个间谍气球 令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更加差 不要说太多了 例如美国发动制裁 或者加你关税 其实对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再蒙上一个阴影呢 因为其实在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数据 坦白说近期都不是漂亮的 因为你说内部需求方面 车的销售 手机的销售 和房间的销售 其实上年都做得不好 是的 那你烧 其实你四大产品 除了那些白酒 就是湿街的湖冷热之外 其实各样的东西都会差 那如果你连export 就是你的出口都被人打击的话 那中国的经济还能顶不顶得呢 两位白浪您看 如果这方面的制裁是最一步加深呢 其实看到是对中国的科技发展的影响 不单单是手机业 其他可能是一些比较高科技 新能源车 其他东西会是一个冲击来的 那当然大家也关注就是中美的地缘政治冲突 如果是再加深呢 那这方面香港的角色又会怎样呢 我相信我们一间都会再讨论 但是整体来说 就是这个时间点出现这个所谓流浪气球的事端呢 的确是有些挺奇妙的 也都时间点上是比较巧合 都令人关注后续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现在的环境是相对都还是疲弱 我想这一点呢 也都如果在香港 你看到这两三个星期 就是开头大家就觉得是讲这个复偿概念 但是最终呢 你复偿 你看到呢 下来香港的可能就有一个 在旺角街头想着用三十万卖身的一个奇女子 就是会跟你预期的很不一样的现象 我想其中你回到最后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说 一直以来香港就很依赖 以为就是靠了这个所谓背靠中国大陆这个故事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中国大陆这个故事又说不通了 那么连带来香港连福尚都说不通 我相信其实这些全部都是 就是一个牵涉到另外一个一环扣一环的一件事 但是我也有留意到就是连带刚才说就是 就是在香港最新有一个现象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说就是这个有一个中资银行就推出这个所谓的 原因也是就是说的你做这个叫做推 тести 里面会来孖美金减资式就是准备储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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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 egy düny 只要聯繫不要超越到在香港現在制度之下的 強方及弱方保證兩個範圍以外 這樣的話 一年時間你手倒下來 就有九里息 不僅僅因為你開期權 你會先收到期權金 那間銀行就再哄你 你可以將收到的期權金 放進去做定期存款 一年的定期存款 額外再給你幾里息 期權金那裡有九里息 再加上你會將收到的定期存款 一共加上十四里息 十四里息 這麼大隻 甲拉隨街跳 有些人就開始在外面傳說 這個會不會是銀行 覺得 咦 看來是不是銀行看探這個港元聯繫匯率的前景 所以就走去跟這些客戶對賭啊 這個我覺得想多了 因為其實呢 就是以我理解 所有這樣的投資銀行的遊戲玩法呢 就是應該是有人就想買這一件事 有人想買這一對這樣的期權 那它反過來 就走去找自己其他的客戶 相對是散戶一些的客戶 就問有沒有人有興趣去開這個期權金 那它 其實所有IBANK都是一樣的啦 它自己錯盤跟你賭 就機會好未的 它通常都是做經紀角色 做中間人角色 那就是你都可以預期在外面應該有人生氣他們 去做這樣的組合安排 我估計 其實以前也是 久不久就有人出來唱你聯繫不行 那你唱你聯繫不行 不可以只把口說的 一定是要說 我現在就真金白銀 買了多少錢 就拿去對賭 那可能都是說用幾十億這樣的數字 之前我們在這個節目都說過 其實他們呢 重點就不是真是倒理 今時今日 在2023年12月31號之前這麼說 聯繫真的會脫勾 那可能你最終你會逐合一些藥方兌換保證 或者是過街點刀啊 那你這些人就要接一點點貨咯 但是其實以前他們一向的操作都是 就是跨市場操作 聯繫就沒有脫勾的 不過反而你的股票期貨呢 就因為在那時候這樣的環境 就可能會有些回調 有些調整 那你也看過時勢上也挺巧合的 接下來有幾樣事情將會發生 財政預算案呢 接下來 肯定 我們這個節目都說了不知多少次 就是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一定條數很辱算 一定會觸發一個討論 就是這個結構性財赤 這個政府有沒有可能解決 如果這個政府沒有辦法解決結構性財赤呢 那其實對聯繫的那個考慮就一定會說 那你長遠是沒有可能堅持到的 又應該在今年年中呢 去到天氣回暖了 春季夏季 又來一轉跟你說聯繫頂不住 那到時他們又是跨市場運作 在那裡就賺真銀了 是不是? 那這個這樣跟這個投資銀行的所謂對賭這件事呢 其實是一個 有些人說就是一個很廉誼的廣告費 給狗躲吃你不要緊啦 就是有限錢而已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性都有 如果剛才說的那個scenario就是這樣發生 簡單的說就是我們由去年10月底 在11月初開始的港股就回升了 現在去到兩萬多點上了 那我想呢 也都可能意味著呢 這一陣的小陽春呢 也都去到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就是開始有人看探你那個港股的前景 可能港股呢 在未來的幾個月呢 都沒有什麼運行的 如果這樣說 那這個就是 我相信整個 就是你如果看到宏觀的那個經濟格局 其實擺下去都挺切合這個這樣的narrative的 就是說港股又升到差不多了 然後你的財政 公共財政又很明顯是一個搞不定的狀態 但是我唱你聯會不行 那你也都可能會配合 那你也都可能會配合了 將會可能港元相對美元可能又會走向若方的話呢 幾件事擺在一起呢 那這一件事呢 就可能就是反映了 現在那個大致上的經濟環境 只是他的自己說 Ranch 中一個國的 然後這個友好看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東西 如果有地方真的不用一力 你不懂 tampoco有什麼事 但是你不懂得提出這一式吧 有朋友說到就是那個客戶本身 就是你說的是一億美金的合約 其實說的是一些大戶之間的對動 到底那個對手會是些什麼人呢? 另一個當然就是那個港元和美元之間的波幅 大家都知道其實以港元和美元之間的波幅 就是一個這麼低的波幅 而你可以有狗狸的回報 其實也是比例上不是太成比例 我自己就更加關注就是 其實為什麼會是一間由中資銀行的身份 去出售這個期權合約呢? 大家都會想如果是由花旗 或者是一些聲展銀行買這些合約 就好像很合理的 大家都是對賭而已 到底聯會是不是會保持在7.75到7.85之間? 但是現在我甚至想如果是由匯豐去買這些期權合約 可能坊間社會上都會有更加大的反應 現在就更加是由一間中資銀行去發出 其實背後代表了一些什麼呢? 是不是會有些人是裡面掌握了一些消息 而我們是不知道呢? 當然就是整件事背後反映就是到底聯會脫鈎的機會有多大 剛才先生說的就是財政儲備的確是一個比較關鍵 這個當然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中國會不會 就是用武力去入侵台灣短期一年之內 但是從烏克蘭的經驗就似乎這件事就應該暫時都不會發生 大家知道就是在那個西方國家那個資源合作之下 其實俄羅斯都陷入了一場苦戰 那中國如果再現在出手會不會其實是找自己的品呢? 那我自己再想就是其實還有一個可能性的 就是在說香港其實現在這個時機 其實會不會是會發生一些我們想像不到的事件 包括會不會香港會被外國制裁呢? 那這個會不會是另一個契機 就是令到那個聯會可能會有變動呢? 那大家其實過去那兩星期 我發覺香港媒體比較少港 但是幾個大的西方媒體 包括經濟學人包括《壞家日報》和《路透》 都有不同的報導講到 其實在俄羅斯被制裁運輸石油去到西方國家期間 其實很多的相關的能源、石油 都是輸往了中國 那其中一部分呢 是涉及一些中介機構的一些 打破了這個西方那個所謂的緯度 那其中一個就是講的是那個能源交易商的角色 包括提供一些保險、其他不同的服務 以前這個是在日內瓦那裏進行的比較多一些 那現在很多這些相關服務 有部分就轉移了去中東的導派 那經濟學人提到有部分其實香港裏面都有涉及的 那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另一件事就是輸往去大陸那些石油運輪 那其實有好幾時候都是香港註冊的郵輪 那這些其實會不會之後發生一些事件 就是會被西方認為是香港在那個角色上 會其實可能是造成了一些會被制裁名單的一個可能性 那最後一樣就是那個芯片的問題 就其實你也都 海關的數據都見到 其實是中國是輸出一些芯片 就是比較低級數的芯片向俄羅斯 是的確是增加了 而有部分也是透過一些香港的所謂貿易公司去進行 那這個其實也是另一個可能性 那當然好像三文這樣說 其實以一個大銀行它本身用一個九尼的成本 去做一個可能是真的做一個宣傳的伎倆 那這個其實都 羅後非似乎也都 就是坊間的熱烈討論都相當大的 那但是背後到底那個聯會 在7.75到7.85之間 甚至乎可能我們不需要真的說脫鉤 可能是聯會制度有些改變 會不會跟人民幣掛鉤 或者我們那個波幅是會有少少的突破 而令到這個所謂奇權金被沒收 那大家要留意就是 那個買家其實本身的風險 它本來就是在7.800之間 那你倆上這個奇權金到期 那它就收了 那但是那天有事件突破 都超越這個界限 其實它面對那個風險 會是無限大的 正如好像當時金融風暴那些所謂accumulator 賭輸的比例是會相當驚人